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阅兵仪式 果然还是中国的最让人震撼 众所周知 阅兵仪式是国家展示自己实力 与辉煌的重要方式之一 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 中国举办的阅兵仪式 一直以来都备受世界瞩目 中国的阅兵式规模宏大 士兵们组成的方阵整齐华一 威武雄壮 彰显出中国军队的庞大实力 那么同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 其他五常的阅兵气势如何呢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看看 联合国五常的阅兵对比 第一个是美国 我会谌的开打打打打 los 就让我们一起ちょ Neptune 这三长红兵们וש 大马学莲 大马濃 quienes海昆複 茶牧 大马飞 《历兵》 门防外ě 大马' 这四过 针群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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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第三个是法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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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